我的臉啊 都不見了 假的 我應該都是假的 農曆七月 鬼門開 照鏡子發現自己臉不見 看到的影像也有趣變形 難道是 假的 其實眼睛業障重是假的 視力不良才是真的 醫師說最近收治一名30歲的年輕患者 本身有1000度的高度近視 看東西時 忽然發現有黑影 還以為是撞鬼 直到連擠牙膏照鏡時時 都看到黑黑的一團 才嚇得趕緊就醫 精檢查發現原來罹患環斑部病變 且右眼已經出血 導致影響到中心視力 索性在即時注射藥物治療後 視力已慢慢恢復 環斑部病變屬於老年視力退化疾病 耗發55歲以上的長者 但近視高達800度以上的人 因為眼球老化快 容易比一般人更早罹患 提醒若出現視力大幅減退 看東西扭曲變形 或者視視野中央出現暗影 最好精速就醫 另外也可以做黃斑部 液黃素濃度的檢查 可檢測含量是否不足 並在醫師建議下補充數量的液黃素 有助於預防黃斑部病變 不過檢查為自費 依各家醫療院所規定 約250到350元不等